然后我用的是一台脉冲机压的 一般的话都用脉冲机压比较好一点 一般客户过来的话也是可以用脉冲机压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先对一下线路 先把这个压头放下来 对上这一个触摸线路这里面 手动模式 好 备热之后拿冲冲把它拼住 然后去一层红楼 然后再压下来 慢慢也压下来之后加一下压力 再加到一百七十钟就可以了 再加热了 好 加热完之后把压头打上去 等压好 等压好 然后测试一下 好 什么是ok的 下面划不过来的 什么是ok的 看一下够不够pass 你紧 558紧 工程号设置 触摸设置 触摸设置 好 ok pass 不过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